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语转换和语音识别等等 那么音频视频播放大家知道 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就是软件或者硬件的支持 那么硬件比如说我们的生卡等等 那么软件比如说我们的media player 比如说我们的mp3的播放这种播放软件 那么第二个游戏 我们说游戏的发展 是从原来的二维的平面的一些游戏 发展到了现在的一些三维的立体的游戏 那么而且伴有一些现场的音效 那么第三个图片和图像的处理 那么图片和图像的处理 最著名的一个软件就是我们的photoshop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acdc 可以去观看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图片 那么最后是文语转换和语音识别 那么文语转换和语音识别 我们说它是表示的所谓的文语转换 用一个简单的缩写 TTS TTS Text to speech 那么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可以去进行一个文本转换到语音 那么从文本转换到语音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金山词吧 大家看金山词吧 的那个盒子的背后 它就给你提到 它说我们支持世界上最流行的文语转换技术 那么实际上就是指的 我们这个地方所提到的一种 能够把单词播放成声音来阅读出来 那么语音识别 也就是说我们计算机能够去进行一个 能够去进行一个 就是说用语音的控制 用语音来控制计算机的一些操作 而不是现在一样要去用鼠标点击 或者说敲入命令 那么这是我们多媒体计算机 我们就主要它有以下的这样一些功能 那么第二点 多媒体数据库 我们多媒体数据库 我们说它主要有电视台的多媒体素材库 第二个 诊断医疗管理系统 第三个 计算机的辅助设计 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等 这样一些多媒体的数据库 那么多媒体数据库 与传统的数据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大家知道 传统的数据库 我们说它是一些线性的 以及一条一条的记录来存放的 那每条记录可能就包含了一些域 比如说我们说 比如说一条学生信息的记录 包含了什么 学生的名字 学号 姓名 学生的姓名 年龄 学号等等 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多媒体数据库 包含的就是一些图形 图像 声音 这样的一些操作 这样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样一些数据 我们说 它以什么样的形式 存放在计算机当中 然后 以什么样的检索方式 来进行检索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多媒体技术 广泛应用的第二一点 多媒体数据库 那么多媒体数据库 它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的热点 那么第三一点 多媒体的通信 多媒体技术 广泛应用当中的第三一点 是多媒体的通信 那么多媒体通信 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 在线播放 第二一个 可视电话和IP电话 第三一个 视频点播VOD 交互式电视 最后是远程教育和远程诊疗 那么这个在线播放 有很多的那种网站都提供在线播放的功能 那么这个在线播放 我们就说要去传播 在网络上传播这种视频音频流 那么第二一个 可视电话和IP电话 那么IP电话 我们说IP电话为什么很便宜 那么实际上就说 由于它的长途传输的那一部分 是由Internet来完成的 比如说大致的IP电话 我们实际上是 拨17909或者17911 然后拨到一个什么 一个网关 那么这个网关是 本地电话网 PSTN和Internet之间交接的一个网关 然后通过这个网关 然后到Internet上进行一个远程的传输 然后最后到达本地的一个 到达远地的一个网关 然后传输到远地的电话机上 那么它的整个传输过程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样一个IP电话 我们说它的便宜就便宜在 由于它的大部分传输都是在Internet上来完成的 那么第三个 视频点播VOD 那么这个VOD指的是什么呢 是Video on Demand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人为的一些 通过一些点击来进行一个电视 或者电影的一个播放 那么这个视频点播VOD和交互式电视 它和我们传动的电视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就是它具有一个交互性 也就是说我们传动的电视 大家知道人观众都是被动者 都是电视台播放什么样的节目 观众就只能被动的接收什么样的节目 而视频点播VOD和交互式电视 它们是可以由观众去操作 去选择去操作 比如说暂停前进后退等等 这样的一些操作来进行一个观看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多媒体通信的第三一点 最后远程教育和远程诊疗 那么这个远程教育和远程诊疗 我们说比如说远程 成都的一家华西的医院 成都的华西医院 他可能要对西昌的一个病人来进行一个远程的诊疗 那么他也是要通过一些视频的信息 看到现场的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来进行一些判断 然后把自己的这些指令 然后远程的传输到西昌的这个地方 来进行一个就是会诊 或者说做手术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 这是我们的第三一点关于多媒体通信 那么最后多媒体第四一点 多媒体的创作工具其应用 那么多媒体的创作工具指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什么是多媒体的创作 那么多媒体的创作我们是指将多媒体的素材 包括声音图形图像视频动画等等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成为交互式的多媒体应用 那么这些多媒体的素材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 往往要去利用一些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就是完成多媒体创作的工具 那么常见的典型的多媒体创作工具有哪些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给大家举例的 Ostoware, Director, Flash, Dreamweaver等等 那么这些典型的多媒体创作工具 往往是在我们的PC机这样一个平台上来进行的 那么但是大家知道多媒体的创作 更多的是存在于一些什么影视作品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好莱坞的一些大片 像阿甘正传 我们说阿甘正传里头的那片羽毛 缓缓的飘到这个阿甘的脚下 那么这是通过一些什么多媒体的创作来完成的 那么实际上来进行这样一些多媒体创作的这样一些 往往是利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作站 多媒体工作站 工作站 那么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美国 就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叫SGI这样一家公司 它生产的一些SGI的工作站 那么完成这样的一些操作 往往就是在这样一些大型的SGI的这样一些工作站上来进行的 那么还要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软件 一些图形编辑或者操作的软件 那么这是第四一点关于多媒体创作工具 进行应用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已经讲到了 一个多媒体技术的一个广泛应用 可以看到从什么多媒体计算机到多媒体通信 然后到一个就是我们的多媒体的数据库 还有就是多媒体的这样一个创作 这样几个方面来体现了我们的多媒体技术的一个广泛应用 那么之后我们第二一点来看一看多媒体 利用这个多媒体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第一点来看一看我们计算机的一个发展历史 为什么说我们多媒体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现象 比如说的确多媒体的这个多媒体是我们计算机发展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节点 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发展历史 计算机发展的初期用01两种符号来表示信息 计算机的应用局限于专业人员 也就是说在我们计算机发展的初期大家知道 我们都是往往用一些什么紫带或者卡片 在紫带和那个卡片上头打了很多孔 那么用孔有孔或者无孔来表示1或者是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对计算机的输入就是这样一些带孔的紫带 然后输出它的结果的输出也是这样一些打到孔的这种卡片或者紫带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由计算机的专业人员 他自己去检测你的这些紫带上的孔是10000翻译成1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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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这样的一些二进制的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计算机的应用就只能局限在专业人员身上 那么大家知道计算机学院现在有一门实验课程 硬件的实验课程是把一段汇编的这样一个 用汇编来完成一段什么加操作的这样一个小的程序代码 那么这个汇编的加操作的这个程序代码 我们知道汇编实际上是很洁净于真正的机器指令的这样一种语言 那么也就是说学生在做这样一个实验的时候 他首先是把我们的add、sub这样的一些汇编指令 转换成100000001的这样一些二进制的信息 然后在一个硬件平台上进行输入 我们这个时候的输入是什么 就是利用一些按钮 对按钮的开关来进行拨动 拨到按下按钮表示1 拨到这个关的位置表示0 我们这个时候进行了把这一段程序代码进行输入以后 就进行运算输出 输出是什么 输出是八个灯 八个LED的灯 那么这八个LED的灯 亮的表示1 列的表示0 也就是说这一段指令输入以后 一段加操作输入以后 最后计算的和 就是这样一串灯来进行进行的一个显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个实验体现了 就是说用0122种符号来表示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他的这个使用者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计算机专业的一些学生 也就是一些专业的人员 那么第二个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文字作为了一个信息的载体 一般的科技人员也可以使用计算机 比如说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我们说毕竟是用名妖用紫带卡片来进行输入 是很不方便的 那么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我们说什么键盘有了 鼠标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输入也变成了文本的信息 那么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语言的发展 比如说到了C语言 到了我们的高级编程语言 从原来的二进制汇编比较低级的汇编语言 到了现在的C语言 会有更高级的C++语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文字就作为了一个信息的载体 还有就是我们的多次操作系统 大家知道多次操作系统比如说它的秘密DIR是打印目录 CD是什么进入到一个指目录或者是某一个指定的目录 那么这些都是文本文字来作为的一个信息的载体 那么这个时候计算机的输出是什么呢 计算机的输出仍然是一些文字的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一般的科技人员也可以使用计算机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计算机往往作为了一种工具 给了一般的科技人员使用 那么最后 从80年代开始 这个时候声音图形图像 这样一些新的媒体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计算机的应用扩展到了一般的公众 那么实际上这个年代开始的一个标志 是苹果的苹果的一个Macintosh这样一款机型 也就是说它采用了一个窗口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类似于我们现在的Windows 可以通过一些什么用鼠标去打开窗口 打开文件去进行点击 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计算机的应用就扩展到了一般的公众 老人也好 小孩也好 他们都可以来使用计算机 那么计算机也就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计算机的一个发展历史 是从初期50年代到70年代 然后84年代开始 然后到现在我们说计算机已经进入到了千家万户 那么 为什么可以去有现在的计算机为什么能够进行音频的播放能够支持视频的播放 那么首先在技术上它有支持有支持的平台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第二一点 今天国际上下属技术有了突出的发展 那么这些技术包括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密度大大增加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速度大大增加 那么CPU可作为低成本大容量PCG的直度存储器 然后是双通道VRAM的引进 以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几点的内容 第一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密度和速度都大大的增加 那么这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CPU 可以从CPU的发展来看出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密度和速度的增加 那么大家知道在最以前的X86286这样的一些机型 它的CPU的速度是多少 是4兆赫兹 那么到了现在我们说CPU的速度已经发展了什么 上G赫兹的一个G 1.7G赫兹的这样一种频率 那么这个说明了我们的一个什么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速度大大的增加 密度也大大增加 内存我们原来的内存 8兆已经是非常觉得非常大的了 但是现在128兆都算是一种 普通的机器都能够配置的 那么第三一点 CPU作为低成本大容量的这样 TCG的止度存储器 我们说计算机多媒体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难点 也就是说有一个困难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说以前的90年90年以前的 90年代以前的这种计算机 它往往不能够进行一些视频的播放或者音频的播放 我们说这个时候 我们说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一个重大的燃点 就是数据容量过大 就是大家知道一个一秒钟的这样一种微文件 它可能要达到700K 或者是这样700K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 一秒钟的AVI文件 视频文件 它可能的大小要达到27兆 27兆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大家看这个数据量是多大 因为我们说我们的音频视频它是时间连续的 它可能并不是一秒钟的存放内容 可能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存放内容 那么这样大的存储容量 我们的计算机是没有办法进行处理的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说计算机业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向来进行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点 第一个方向去进行多媒体数据的压缩 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压缩算法 那么第二个方向 就是去寻找这种大容量的存储器 那么最后 我们终于发现光弹 我们用激光来用光区光弹 可以进行一个很大容量的一个存放 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所提到的第三点 CV-ROM可作为一个低成本 大容量PCG的止毒存储器 那么最后就是双通道RAM 可以双向进行一个传送的 V-ROM的一个引进以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 我们上面提到的什么在线播放 视频点播 VOD 这些都是需要一个网络带宽 对网络的带宽 对网络传输 这些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时候网络技术的一个广泛应用 也使得多媒体的通信成为了可能 所以我们说由于今天国际上的这样一些技术进行的 有了一个突出的发展 使得我们的多媒体可以普及 我们的多媒体可以被一般的PCG上头所支持 好吗 来第三一点总结 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从半导体和计算机进步的角度 从普及计算机应用 拓宽计算机处理信息类型的角度来看 利用多媒体 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 是要让计算机普及 而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类型 那么这样一个目的的一个前提条件 一个技术支持就是半导体和我们的各种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多媒体计算机 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那么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多媒体技术的一个广泛应用 那么已经了解到了多媒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计算机业界是广泛存在的 而且很多热点问题都是涉及到多媒体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首先的一个多媒体技术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么大家要学习的话 就是要去看一看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 首先一点二点一节 媒体的定义以及分类 什么是媒体 那么媒体是表示和传播的载体 我们说多媒体 那么中心词在媒体上头 媒体我们说在英文当中是media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信息表示和传播的载体 那媒体我们说包含了很多的种类 我们这个地方给大家列出来的媒体的分类 有感觉媒体 表示媒体 显示媒体 存储媒体 传输媒体 这五类 那么这五类实际上是由CCITT这样一个组织 国际电报电话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 给大家来进行的这样五类的分类 那么这五类分别表示了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感觉媒体 我们说感觉媒体 指的是作用于人的感官 使人产生感觉的这样一些媒体 比如说我们的什么文本 音频 视频 图像 图形 动画 等等 这样的一些媒体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感觉媒体 那么第二个表示媒体 表示媒体指的就往往是我们的一些编码 比如说ask编码 比如说我们的国标码 Ulico的编码 那么这些编码属于表示媒体这个范畴 第三一点 显示媒体 我们说显示媒体 它实际上是分成两类的 一类是什么输入媒体 输入显示媒体 第二类叫输出显示媒体 我们输入媒体 我们说包含了我们的键盘 鼠标 扫描仪 摄像头 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 我们输出媒体呢 我们说显示器 还有打印机 汇图仪 等等 就是第四一个 存储媒体 存储媒体 包含了光盘 软盘 硬盘 最后传输媒体 传输媒体包含了光线 双脚线 来进行传输的传输介质 这样一些传输介质 就是我们的传输媒体 那么这是第二个媒体的分类 第三我们来看看多媒体的一个概念 一个总结性的概念 计算机的多媒体指的就是感觉媒体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课程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所涉及到的内容就是跟感觉媒体 跟文本图形图像声音视频 这样一些感觉媒体相关联的内容 比如说怎么样计算机当中怎么样去处理声音 怎么样存放 怎么样去采集 怎么样存放 怎么样传输 怎么样播放 然后怎么样图形图像 有来一些图形文件 图形文件是怎么样来存放的 是怎么样来显示的 然后是文本 文本可能是怎么样显示的 以及视频声音的一些压缩编码技术 就是说我们这边课程 所给大家讲到的就是感觉媒体相关联的一些技术 那么多媒体再给大家说一下 计算机的多媒体指的就是感觉媒体 那么即文字图形图像 声音视频等多种信息媒体 那么多媒体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它的一个关键特性 也就是说1.2.2节多媒体计算机的定义 以及关键特性 关键技术 首先第一个多媒体的关键特性 那么多媒体它的这个关键特性是多媒体这边课程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基本机学研2000年级的一个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的面试当中 曾经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多媒体的关键特性是什么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多媒体的关键特性 第一点多样性 多样性包括多种媒体有文版图形声音动画视频等等 也就是说这个多样性的多体现在多上头 第二一个交互性 比如说指用户可以与计算机的多种信息媒体之间进行一个交互的操作 因为说交互性 多媒体与传统电视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交互性 我们说多媒体包含了多种媒体 那么大家也可以知道电视实际上也包含了这样多种媒体 那么两者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 最典型的一点就是我们说它多媒体具有交互性 那么交互性也就是说用户可以去进行一个播放的选择 可以去进行一个前进或者后退或者暂停的这样一些操作 最后集成性 那么集成性是指以计算机为中心 综合处理多种信息媒体 包括信息媒体的集成和处理这些媒体的设备的集成 比如说这个集成性 我们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集成 首先第一个是这些媒体的集成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媒体 第一个这个信息媒体的集成 比如说我们的这些信息媒体 这些多种信息媒体的一个集成 第二个就是这些媒体的设备的集成 比如说我们的一台计算机可能有音频 视频的处理音频视频的设备 比如说音箱 比如说显示器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摄像头 这些设备的一个集成 那么我们说这个集成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挂接就完了 挂接在我的计算机上就可以了 而是有一些逻辑上的一些连接 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和音频之间 怎么样同步 我的那个播放 我视频的播放的时候 我有声音同步的半音 怎么来进行这样一种同步 我们说这是有一定的逻辑性在里头的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集成 这是多媒体的关键特性 多样性交互性集成性 接下来 多媒体计算机的定义及其关键技术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的定义是 计算机综合处理多种类体信息 文版图形图像音频和视频 使多种信息建立逻辑连接 集成为一个系统并具有交互性 那么从这段话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多种媒体信息集成为一个系统 并具有交互性 实际上已经体现了我们前边所讲到的三个特性 多媒体的三个关键特性 多样性 集成性和交互性 也可以看到集成性是逻辑连接 不是一种简单的综合在一起 而是有一种带有逻辑性的集成 那么这是多媒体计算机定义的一个关键特性 接下来 多媒体计算机的定义及其关键技术的第二点 把一台普通的计算机变成多媒体计算机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视频音频信号的获取技术 多媒体数据央编码和解码技术 视频音频数据的实时处理和特效 视频音频数据的输出技术 那么大家看 获取 编码解码 处理 最后输出 实际上这是符合一个人的思维 过程的这样一个 试点 那么首先 音频视频信号 怎么样从我们外界的 这样一个摄像头 或者是这个播放VCD的播放机这样当中去获取到我们的计算机里头来 那么这种获取 我们说就是怎么样把一些模拟信号 转换成数字信号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获取到以后 我们说没有经过压缩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对这些音频视频数据进行压缩编码 那么压编码到了最后肯定是要减码的 那么这样一些压缩编码和解码的技术是怎么样的 最后第三点 实时处理和特效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多媒体的创作 或者是我们要对一段 一段声音要加一些配一些文字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对我们的音频视频数据的一个处理 最后目的是要进行输出 那么输出有可能是通过网络的输出 有可能是直接在显示器或者是某一种显示设备上输出 我们这个输出技术 是这四个关键技术是符合人的一个思维过程的 从获取到编码解码以及实时处理到最后的输出 第三点 多媒体计算机的分类 我们说 多媒体计算机分为了 主要从它的制造厂商的不同 分为两类 第一类 加电制造厂商研制的电视计算机 Teleputer 另一类 计算机制造厂商和它的区别 一个是加电制造厂商 一个是计算机制造厂商 研制的计算机电视 那么加电制造厂商研制的电视计算机 实际上往往指的就是我们的一些什么智能家电 智能家电 比如说全自动的洗衣机 我们的微波炉的数码控制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些加电制造厂商研制的电视计算机 我们说它的主要技术主要是设计到 怎么样去利用一些单片机的编程 或者是一些嵌入式的应用 这样的一些范畴这样一些技术领域 那么计算机制造厂商研制的计算机电视 它可能更多的涉及到的就是 怎么样去进行一些外围设备 比如说音箱啊音频啊视频的 这样一些设备的一些挂接 更多的是集中在这个上头 那么就是多媒体计算机的分类 我们说主要是从制造厂商的不同来进行的 一个是家电制造厂商 一个是计算机制造厂商 那么关于引研这样一个部分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对当前的多媒体技术 有一个综合的一个了解 也就是说现在多媒体存在于大家的周围 这部分我们主要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引研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第一章 我们书上的第一章也是我们书上的第一章 多媒体技术概要 那么多媒体技术概要 我们来看一看它所包含的内容 多媒体是交互式信息传播媒体 第一点一一点一节 多媒体是交互式信息传播媒体 第一点多媒体的定义和特性 我们前章虽然给大家简单的 简单的简单了一个多媒体定义 我们这个地方再来重复一下 或者说更书面化一点 定义 多媒体是融合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媒体的一种 人机交互式信息交流和传播媒体 可以看到两种两种以上的交互式的传播媒体 实用的媒体包括有文字图形图像 声音动画和电视图像 我们这是我们多媒体的一个定义 那么第二点特性 刚才也讲讲到了哈 首先多媒体是信息交流和传播的媒体 第二点多媒体是人机交互式媒体 第三点多媒体信息是以数字形式传储和传播的 第四点媒体的种类多 我们这是我们书上所给大家提出来的多媒体的定义和特性 和我们引言所讲的定义和特性并不矛盾 是一致的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多媒体和电视的一个区别 那么多媒体和电视的区别 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 我们说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具有交互性 我们说电视的特性是线性播放的 也就是说观众是一种被动的受者 你只能够去接收电视台的播放 那么多媒体我们说具有交互性 你可以去选择可以去暂停可以去前进 这样的一些交互的操作 那么还有一个区别 我们说多媒体技术是沿着数字信号处理的方向发展的 而电视一直是沿着模拟型号处理技术的方向发展的 但是这两者最终将融合 那么多媒体技术我们说它一开始就是在计算机来进行处理 而计算机大家知道都是二指计算机 都是我们的数字计算机 都是对数字信号进行的一些处理 所以多媒体技术它一开始就是沿着数字信号处理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发展的 但是电视我们说它一直是沿着模拟型号这个方向来发展的 那么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电视要朝着数字电视这个方向来进行完成 而多媒体技术我们说我们的电脑也可以去进行电视的一些处理 因为我们可以去接收电视节目 我们说最终两者是要达到一个融合 那么这是多媒体和电视的区别的两点 一个是交互性上头一个是处理方向的不同上头 我们说它具有这样的一些区别 我们来看一看1.2.3节 书上的1.2.3节 超文本 关于超文本的概念 那么超文本 我们说来看一看第一点 超文本 那么这个超文本叫hypertext 那么超文本更多的用在的 第一项更多的用到的地方是什么 在我们的网络上头 网络上头大家通常可以看到很多链接能够一点接以后 就能够去链接到另一个页面这样的一些 那么那就是超文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 我们来看一下超文本这样一个说明 把文本当中遇到的相关文本组织在一起 让计算机能够响应人的思维以及能够方便的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也就是说文本中遇到的相关文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的windows的帮助 帮助当中可以看到 它往往都是在讲到某一个术语或者某一个概念的时候 它是一个链接 底下有一个横线的这样一种超链接 你可以点它一下 然后进到这个链接的 对这个链接这个这个术语的一个解释的这样一个文档当中去 那么这个就是说所谓的遇到的相关文本 也就是说这个相关文本组织在一起 然后让计算机能够响应人的思维 能够方便的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那么超文本和传统文本的区别在于什么 非线性 也就是说传统文本 比如说我说 什么是多媒体或者说多媒体 比如说我们这一章的内容是多媒体涉及的几个概念 多媒体 如果它是一个超文本 那么这个时候它底下有一个超链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超链接 就直接点它一下 就看到这个多媒体的这样一个词的一个解释 但是传统文本 它就必须要在整个文档结束以后 我才能够看到这个多媒体这个词的一个解释 那么也就是说超文本和传统文本的区别在于非线性 那么非线性就是说 我可以通过超级超链接链接组织在一起 把文本通过链接组织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一个示例 大家看 这就是超文本的一个示例 那么这个示例是什么 比如说第一点 这些媒体用超文本组成超媒体 那么也就是说 还有超链接的这段文本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超文本 那么这超文本 这地方对超文本下头有一根横线 这是表明它是一个超链接 我们点击这个超链接 就可以进到对超文本解释的这样一个页面上头来 那么这就是指的 我们说这一段文本就称之为叫做超文本 那么它的特性就是非线性的 我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下 就可以进到第二个页面 而不是说我如果传统的文本的话 这段话必须要完了以后 我可能在最后才能看到超文本的一个解释 那么这就是传统文本 与超文本的一个区别 这是我们超文本的一个示例 接下来所谓的超链接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超链接是指对象或者文档元素之间的链接 对象或者文档元素之间的链接是指什么呢 对象或者文档元素是指文档文本当中的词 短语符号图像声音简洁或者是视频简洁 甚至是其他文件超文本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的超链接可以是词短语 那么也可以是视频简洁或者声音简洁 那么甚至是其他文件或是其他的超文本文件 也就是你点击到我们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我们的web网页上头的超文本 你可以点击其中的一个超链接进到另一台机器上的一个其他文件 就是我们的一个超链接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第二个一点二点二节我们来看一看超媒体的概念 那么超媒体的概念首先第一个不仅包含文字还包含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电视片段 那么这些媒体也用超链接组织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超文本指的是包含有超链接的一段文本 那么超媒体实际上就是说包含有超链接的这样多种媒体 除了是文本以外还可以是图形图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第二个与超文本的区别就在于除了文本以外他还有其他的媒体 第三个我们的web网页 就是我们在internet上访问的web网页就是用有链接关系和没有链接关系的文档元素来构成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页与一页之间每一个网页与网页之间他们可能存在着链接关系或者是没有链接关系 那么这样一页一页的内容通过这种超链接就组织在一起 那么大家用超链接去访问别的页面的时候就好像在什么好像是冲浪一样 所以我们往往说在internet上访问称之为叫去冲浪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通过一些超链接不断的去访问到其他的一些信息 其他的一些web页面 那么web页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文档元素带有链接关系 或者是没有链接关系的文档元素来构成的 书上的第一章的1.2.3节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标准的通用标记语言SGML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讲解 那么首先第一个SGML是什么 这个SGML它是这样四个单词的一个缩写 叫做standard generalized knockup language指的一个标准通用标记语言 实际上就是说它是一种语言 然后是用来描述一些文档格式和结构的用它来写文档的 那么这个标准通用我们说标准通用 我们来看一看它指的什么意思 标准通用指的是支持无数的文档结构类型 独立于平台和应用 那么所谓的通用就是独立于平台和应用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平台提出来你支持SGML语言 那么这个时候你用SGML语言所写的一篇文档 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解析进行观看 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Windows平台 Linux平台或者其他平台有这样一个操作系统的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如果说你支持SGML语言的解析 那么这个时候我用SGML语言所写的一篇文档 或者说说用SGML语言所写的一个其他的 因为它的文档结构类型是各种各样的 或者是一篇通知或者是一个什么报告 那么这样一个文档就可以在你的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显示 那么第二一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标准指的就是他支持无数的文档结构类型 也就是所谓的Standard就是他支持无数的文档结构类型 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有通知啦有报告啦有申请啦等等 这各种不同的结构类型 那么大家曾经用过Word知道Word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编辑一个文档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在Minnux平台上头 或者是有很多那种对计算机很熟悉的这样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往往自己用SGML来描述来写文档 但是他在写文档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像我们用Word一样去通过Word的一些编辑功能来排版 比如说哪一个是标题一用Word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把某一些标题标题一或者标题二 然后进行一些哪些内容是一个段 一个段的分格要提行或者是要缩进 这样都是通过Word的一些操作来完成的 那么SGML它实际上是用一些提供的一些标记 那么使用者就利用这些标记 然后去定义你的某一个内容是标题还是标题一还是标题二还是一个段落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这样一些内容就不需要再进行一个就是 再进行一种就是说边再进行一件排版的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SGML语言的一种作用 一个一个作用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可能这个大家平时接触的比较少 比如说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写文档 可以用来写文档 那么写文档写文档的时候去加上一些标记 加上这样SGML语言所提供的这些标记 我们就可以不再进行排版不再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 那么SGML语言提供了一些标记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分为程序标记 还有普通标记 我们这个程序标记 我们说是描述文档样式的 我们的普通标记是描述文档当中文具的用途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书上事业的时候 事业的第一段给大家提到的程序标记 有一个例如字体的大小黑体 程序标记有黑体斜体和颜色 因为你可以利用这些标记 在你的文档当中来描述你的这一段文字是什么样的形状的 是黑体斜体还是颜色等等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另一种就是普通标记 那普通标记是什么 用来描述文档当中文具的用途 比如说是篇章节或者内容 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标记来指明 你这是一个一个标题 还是一个章还是一节 就是这样的一些什么文具的用途 那么关于他的具体标记是哪 怎么样来定义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再给大家做讲解了哈 有可能的话大家自己下去找一些关于sgml书来看一下 那第二点sgml的工作原理 我们说sgml主要是处理结构和内容之间的一个关系 又说我们文档的结构和内容 是由sgml语言它可以来进行处理的 那么结构我们说sgml定义了一个文档类型 定义的这样一个文件描述结构 也就是说是一个什么dtd dtd 也就是大家再看一下书上次页的 呃第二节 这个关于这个文档的类型定义 文档dtd指的是它的一个文档的框架哈 那么文档框架也就是说是定义哪些段 哪些段落 这样段落段落段落这样的一些个框架 那么第二个内容就是指信息本身呢 就是你所输入的信息的本身呢 那么样式我们说sgml它也正在定义 好我们第一节课就给大家简单介绍这个地方 下节课我们再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哈 下节课就给大家看 下节课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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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